講這麼多其實是為什麼 很多人說是為了政治上的意圖 好 我們來看看 因為最近要選舉了 在立委補選三重這邊 那在今天也有很火辣辣的焦點 火辣辣的交鋒 我們看到鄭世維就跟國民黨這邊 鄭世維他就講說 余天這邊大家要小心有奧婆 可能李亞平又會再次的昏倒 然後余天就嗆他說 鄭世維離婚了 我們來看看VCR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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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天站在台北橋頭用感情挥手致意 周一一大早兵分八路 在三重四座橋八個據點同時拉票 民運黨知道危機 所以非常的團結 余天撒重兵三重一定要贏 上午還有綠色立委聯盟幫忙肇事 過載卵 挺余天 資深前立委都來幫忙 下午還有屏東縣長潘孟安 北上替余天拉抬聲勢 對手鄭世維則是請豬夫人排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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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陪同發面子 夫妻掃接拼人氣 偏偏遣一段婚姻早在地方盛傳 鬧得不開心 鄭世維卻反拿2008年李亞平選前之夜 昏倒做文章 你攻擊我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攻擊到我的家人 而且又不是事實 今天早上他又要找太太一起來掃接 如果能找到前妻來掃接 那更顯得他更和諧 我的太太跟我感情很好 不需要大家破壞 其實我都一直陪在他身邊 只是站得比較後面一點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很正向的打完這場選戰 都說要正向打選戰 鄭世維卻硬扯對方家庭說奧博 掀起雙方隔空互嗆 莱茵更認為韓流是三重勝敗關鍵 人民老百姓餓肚子 那韓流會一直來 上次來的韓流我已經很習慣了 我現在衣服都穿暖了 我請三重的鄉親們 多給我一點熱情 不為韓流 穩扎穩打拼選舉 三重立委不選短兵相接 藍綠都不放棄 拉票的機會 三立新聞理政道 陳雁豪 潘建華 SNG小組 台北超道 所以這次打出了夫人牌 我接著就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瑞德哥 因為每一次到選舉 最後交鋒時刻 真的很緊張的時候 什麼牌都會有 剛剛講到夫人牌 什麼悲情牌 神明牌通通都有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那麼選舉到一開始的時候 都說要君子之爭 對不對 大家不要做負面的攻擊 但是到選情非常緊繃的時候 這時候就難免就有一些 以前剛剛講說 奧博啦 奧博啦 等等啦 包括黑函文宣 什麼什麼報索 全部都出來 那麼這去年選過台北市長的 這個李錫坤 坤批有沒有 坤批在代表中國國民黨那時候 要選這個黨內初選的時候 一千五百塊 連李錫坤那時候是台大教授 一千五百塊 那麼黨內有人用相關的黑函傳出 他有飛文 絕對 飛文 那麼就是有女人嘛 對不對 外面的女人嘛 結果後來去查了半天 李錫坤開了個記者會 那麼是誰是他的飛文對象呢 搞了半天那個被傳是飛文對象的人 竟然是我們坤批的舅媽 這裡差太多嘛 舅媽 舅媽都可以把你變成飛文對象 就是想盡辦法把你抹黑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啊 有些時候跟這個選舉啊 以前很流行會選 現在也是有 比較少一點不是沒有 去年底還是有會選的這個行 那個行為發生嘛 那過去曾經台灣有兩位要選縣長的人 那因為在那個地方開下去對不對 那一定要會買票幹嘛 可是其中有一個鄉鎮啊 他可以投票數大概有三萬 但是他們的條子 兩邊那個條子太過分 就是說他要的那個中間費用太離譜了 最後兩個候選人講好 就算買票 我們就不買這個鄉鎮 你知道嗎 就不買這個鄉鎮 因為如果買下去 我們兩個都錯不了 大家都會買 大家君主要定對不對 真的沒買喔 我們都不買這個鄉鎮 你知道沒買的時候 發生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什麼事情 我們的開票 我們投票不是從八點開始開票 到下午四點 以前還到五點等等 然後結果到中午為止 他總共這個鄉鎮 有三萬多張選票 只有兩百個人來投票 大家都不想投 兩百個人來投票 就是應該是沒有買了 因為如果有買票的話 大家都來吧 肯定有聽到別的鄉鎮人 那因為大家都 君子協定我們兩個 絕不買票 其中有一位真有意思 為什麼呢 看這個樣子 應該是對方也沒買票 所以呢 當機立斷 立刻叫他調查 全部下去買 你知道嗎 買了以後 買了以後 結果最後他一萬票 贏對方一萬票 對方就很生氣 因為你這樣 消息馬上就傳出去 對方就很生氣 不是我們兩個講好說 這個鄉鎮我們絕對不買票啊 結果獲得四個字叫 兵不厭詐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兵不厭詐 因為大家都說好 你也要買 在很多地方 台灣各鄉鎮 能夠買票 多到什麼程度啊 是買十倍啊 你知道嗎 十倍 十倍的這個價格 等於說 只要開一層出來 我就都算了 所以他請家當產下去買 有的時候幾千萬 有時候剩於上億以上啊 所以現在 以前選風是如此之敗壞啊 那選上了以後 他可以賺回來嗎 他如果不能賺回來 我問你他選那麼辛苦幹什麼啊 所以他就要從別的地方 去拿到那些錢啊 因為這幾年來 抓的 現在這幾年來 檢調單位是抓得太熊 太熊了 隨便一個連助理費用那個 以前都是阿公阿嬤 然後岳父長什麼 大家都報對不對 現在還要抓去關啊 過去有一段時間 因為買票 結果還發生一件事 為什麼呢 買票 各位要知道 最近這幾年 水漲船高去給 對不對 一千兩千 甚至於在外島還有人買到三千五千 可是以前有幾千 因為台灣買票 最早的時候是用味噌 他們用五百塊一票 還發生一件事 選錢 那大概什麼時候 要大量的用買票的票 發現銀行的五百塊新鈔 全部被搶光了 你知道嗎 沒有五百塊新鈔啊 然後我要一百塊好不好 一百塊也沒有 一百塊也沒有 你去忍痛 忍痛 一張一千塊去買票 結果打破行情的原因是 本來一票五百 因為你沒有可能叫我買票 說我用一千 你找五百 不可能 怎麼可能 所以後來五百就變一千 是這樣來的 因為被買掉了 然後呢其實現在選舉花招 有很多的各式各樣的選情的花招 其中有一位女性的這個年紀很輕 然後很漂亮 他選議員的時候 他選擇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打法 為什麼呢 比如說像郵議員 他可能是國民黨 他會打民進黨對不對 那民進黨會打國民黨 應該是這樣打台隊嘛 對 他不是 他不打敵對的政黨的其他候選人 他 那麼一個長得很漂亮 所以在公辦證件發表會的時候 旁邊 包括選縣市首長 包括這個選議員都在嘛 他突然上台了以後就說 他立刻質疑 下面本來是鐵票 本來我們特特一定動選的這個管制長 他講了一句話他說 他懷疑縣市長 這一位這個 要準備要連任的這個縣市長 有貪污 如果你能夠證實你沒有貪污的話呢 我願意當場把全身脫光 就下台走過去 結果你 結果那台下台哇 尤其是男性啦 哇大家說你怎麼說呢 然後呢最驚訝的是誰 最驚訝的是那個縣市首長啊 為什麼 關我什麼事 你怎麼會突然間打到我這邊來呢 關我什麼事啊 我的競選對象也不是你 你也不是我啊 但你說這女孩子成功沒有 他成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此以後 在每一場場合 他都這樣講 不管是公辦證件發表會 還是私人辦 他每一場都這樣講 他懷疑這個縣市首長呢 自己本身可能有貪污 如果能夠證實自己沒有貪污 他願意全身脫光走出去 他絕對競選他的承諾 不免得給頭 或者疼 你知道嗎 只要你拿得出來 所以你拿出來 所以呢 聚集的人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等個縣市首 才有人去重演個縣市首長 把沒有貪污的證據拿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要看他脫衣服 對 重點在這裡 好 你說有沒有用 你說這到底有貪污 有貪 你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這個縣市首長不是應該鐵票嘛 進行聯論 恩耶嘛對不對 對 就變成這樣一搞 就不知道我怎麼樣去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他很聰明 這個女孩子是用下四對上市 對 結果呢 他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就在處理的時候呢 就慌亂了 亂了以後 他變成本來我們贏的 結果變成陷入苦戰 還差一點那個民調 都低在那個安全值下面 結果他陷入苦戰打得一塌糊塗 很慘耶 那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打 結果這個縣市首長 後來逼空掠過 差一點競選連任失敗 然後呢 那一位要求對方 一定要把沒有貪污的證據拿出來 否則就脫光走出去 因為每一場的人氣越來越多 尤其是男性選民 對… 而大家的業績越多 業績越多以後 最後他高票當選啊 所以你說有沒有用 當然嘛 我用 那至於說 那他到底有 為什麼知道說 他有什麼證據拿得出來嗎 我告訴你 尤其是一時的 對不對 等選過了以後 贏了以後 誰在乎這個現實上 誰記得啦 到底有沒有貪污啊 這個叫… 這個叫節氣門 一顆 你換新的話要一萬多 這個是H牌的這個… 音響吧 音響 這音響如果在原廠的部分 大概一萬多塊 我買這樣所謂的帳戶的話 我百分之三十 就是… 就有 好 緊接著是今天的下回大事 我們要來看看 怎麼回事高雄是被鎖定了嗎 好 高雄最近有一個現象 就是同款的日系修旅車丟了好幾步 那有人就說呢 是因為警方最近呢 是針對特種行業喔 在做零檢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警方喔 他們到了第一線 已經疲於奔命了嘛 所以他們哪有時間 去管這些偷車賊呢 是真的這樣子嗎 而且還導致有所謂的 下單集團跟著出沒 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看看這段VCR 男子頭戴鴨神帽 先拿棍子移開監視器 接著打開引擎蓋後 接了電線 再上車把這部 百萬日本進口修旅車開走 但這台並不是他的 車主找愛車找了兩年 還沒找回來 現在高雄一次 又有竊車集團出沒 因為從2月20號開始 先是古山區 一輛停在停車場的車被偷 隔天前鎮區也有車主遭殃 再換左營區 連三天被偷的 都是同一款車 其實網路上一找不止高雄 這幾年下來 從北部到中部到高雄 這款修理車失竊率頻傳 有十多年修車經驗的師傅 說以T牌失竊率最高 接著是F牌 和H開頭的品牌 失竊後的車輛 恐怕都進到台霸中 一大登原廠零件 要1萬元左右 二手零件價格不到一半 讓切車集團鎖定特定車輛 只是這回高雄 一連三天都有車主遭殃 失竊的還是同款車 也讓警方繃緊神經 所以真的是因為警方 現在已經疲於分明 在那邊弄零檢特種行業 所以現在才沒有辦法 去管道這些偷車賊 我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現在傳出說 在高雄這邊警察局長 他們為了要測試 快打部隊的速度 到底有多快 所以常常讓他們累得半死 算是放羊的孩子 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事實上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因為高雄連續發生三起 夜店外面鬥毆 然後這樣的大型鬥毆的事件 所以讓政府非常生氣 因為如果你沒辦法趕快把它壓制的話 那麼三件就會變成五件十件 不斷地這樣拓散出去 而且會從高雄的都會區 不斷往外拓散 所以你要趕快把它壓制 像以前的話 在台北這樣的打擊事件 一兩次就一定要給它壓下去 打擊下去了 那麼高雄市那個警察局長呢 他的用意是說 我到了現場來 那因為蘇貞昌院長講了一句話 如果沒辦法處理的話 再發生的話 不要懷疑他 要撤換警察局長的決心 那瑞德哥我接著請教你 現在高雄市警察局 他們視力版圖都在變化當中嗎 對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因為我們觀眾朋友 通常比較常聽到的是 台北的相關的警方嘛 比如說如果有弊案的話 周仁森電外弊案對不對 那時候震驚整個台灣嘛 那要不然的話 台中的話就想到金錢爆等等 那其實高雄比較少接觸 那麼其實高雄在以前是 台北市之外第二大的直轄市 所以呢 他的分享 如果要以升官來講呢 台北市優先升官以後 第二個就輪到高雄 不過現在因為新北市這些都崛起了 新北這些崛起了以後 那麼升官文化高階景觀 稍微有點改變了 但是高雄其實很特殊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常去高雄啊 那大概在快要十幾二十年前 開始去 那時候六合夜市 生意還非常好的時候 那你知道嗎 在六合夜市旁邊 就有色情行業 你知道嗎 就有一些色情行業 在我們當兵的時候 三十幾年前也是非常夯的 俗稱高雄十三招的 那些色情行業都在那附近 那當時呢 是以高雄火車站為一個 這個周邊有個原心呢 在附近這樣的弄開 那麼在台北還是高 台北還是這個台中呢 一般來講我們都講到酒店嘛 高雄有個很特殊的狀況 就是它的舞廳非常多 像非常有名的雪莉舞廳 最近後來歇業了 但雪莉舞廳這些啊 當時都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呢 緊接而來還有鋼管秀 比如說我個人去臥底明察暗訪的 風馬KTV 風馬KTV大概 風馬KTV在高雄是非常有名的 好辛苦玩臥底耶 而且它還有外國人 還有烏克蘭啊 白俄羅斯等等 在高雄那時候非常有名 然後呢 也包括啊 高雄甚至有一個娛樂大亨啊 叫張希希 她名字叫張希希 事實上一點都不髒 為什麼呢 白色的帽子 白色的西裝 白色的領帶 白色的襯衫 白色的鞋子 旁邊的小弟全部 他其實是酒店大亨 但他出來排場的時候 旁邊的小弟全部是黑西裝 然後保護著他 然後他後來也因為這個排場 被開槍打死 他自己本身是九國大亨啊 當他死的那一天呢 那麼高雄的銀行有三億多的票子 緊急差一點 差一點因為這樣子 等於說嘎不過去啊 那所以呢高雄很特殊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高雄的警方啊 他在面對很多的賭博跟色情的時候呢 那麼就會因為這樣而 這個限錄裡面 過去二三十年來 辦了很多的案子 其中一個三線一星的行政長官 甚至於當了分局長 還在最近 因為介入賭博訂閱萬 收賄五百多萬 才被判刑六年多而定業 好所以我們看到有一些生態 還在改變 好接著我請教一下 這個Alex 我們請出來示範一下 我們想瞭解齁 你剛剛講說偷車 那以前大家會以為說 就是把整部車拿去賣 其實現在不是 就是分解裡面的零件 然後一樣一樣的拿出去 所以最熱門的汽車零件 到底是哪一樣 就是小偷的最愛到底是哪一樣 這應該從內部跟外部開始說起 以外部來講它的簡 應該是比較簡單 對這次是輪框 這個是輪框 我們看一下這個輪框 這個輪框看起來非常非常精緻跟美麗 對不對 一顆從五千一個 五千到一萬兩萬不等 看它的等級 你是說髒車的零件嗎 不是 新車 新的輪 新的改裝旅圈 五千到一兩萬不等 有的更貴 對 甚至有五萬兩萬不等 看狀況 四個的話 那當然就乘以四倍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我想要買一樣的東西 那現在有個方法 就是我想辦法把這個東西偷來之後對不對 一般行情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說 這個四個旅圈 加起來叫做兩萬塊的話 我可能只要六千塊 我就可以買到一組這個 所以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 所得的利潤非常好 比如說我把一個旅圈拆下來 我要花多久時間 15秒到35秒之間 什麼 你說15秒就可以偷旅圈 15秒到35秒之間 可以卸一個輪胎 哇 這個已經 像F1是6秒 當然我不能用那個來比 F1人太厲害了 那這個一般15秒 你看看這個畫面對不對 對 那三秒鐘就已經把它偷起來 你看看三秒鐘而已 所以我講15秒還算慢對不對 15秒你那個還比較慢 這個三秒鐘 這個現在已經進步了 對 那偷了這個東西之後 像它這個是省 因為它如果說它是爆胎對不對 然後旅圈這樣子 它直接路邊拆一個同樣的情況 它自己省了至少五千到一萬塊 至少 那它自己 如果說我是拿來賣的話 像這一次被偷了這個系列的車子 它的旅圈加上這個輪胎 可能一顆就要一萬多塊 那我把它拔下來之後 加起來叫四五萬塊 我只要可能只要一萬出頭 就可以把四組輪胎加旅圈全部出清 對 那這是屬於外部的部分 對 而且外部的話是比較不會被發現 對 比較不會 它上面沒有跟很多什麼車身號碼連接 沒有 好 這是屬於外部的部分 那內部的部分有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叫 這個叫結氣門 結氣門 結氣門大家都知道只要開車 這個結氣門沒有清開車就不順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說萬一這個齒輪壞掉的話 就整部 這個東西可能要一萬多塊來修 所以這個大概 你要換新的是一萬多塊 對 對 對 所以很多人把車子分 這所謂的分屍之後 它的引擎 光這一顆 你換新的話要一萬多 那我三千塊就可以換一個 差那麼多 三倍價錢 差那麼多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H牌的這個 這音響吧 音響 對 這音響的外殼對不對 跟裡面的主機 好 那這個東西如果在原廠的部分 大概一萬多塊兩萬塊台幣 那現在如果我拆了這個東西 我買這樣所謂的髒貨的話 我百分之三十 就是三千多塊我就可以買到 就有幾週的 就這樣整組 不含安裝 好 所以 不含安裝 不含安裝 行情另外算 所以這所謂的這個 也不是說戒屍完魂 應該講說分屍 就是說把整部車拆掉 車門 車窗 跟這個後視鏡 這都是大家喜歡的東西 容易被偷的就是旅圈 速度快 再來一個就是後視鏡 後視鏡如果把整組這樣拔掉的話 我到原廠去 可能要兩萬多塊起跳 才有辦法裝一個新的 我現在只要花 如果我不小心撞到 我花個五六千塊 我就可以換一顆新的 這個所謂的後視鏡 事實上有關於這個竊車的部分 那不是連續四輛車子不見了嗎 那連續會發生這麼多竊道案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車賣得好嘛 同款的賣得好 過去在台北市好了 過去台北市也有一個禮拜之內 連續好多輛全部都被偷的 結果發現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都是銷售很好的車子 過去現在這次是被偷的是休旅車 過去被偷的是那種年輕人很喜歡 過去這幾年 年輕人很喜歡的那種教室跑車 然後在此之前是那種比較大 比較大半的那種大型的房車等等 那麼過去有外國進口轎車 一連串都不見 常常不見 不管你停在什麼地方 一下就不見了 然後都找不到原來搞了半天以前 那麼有白金剛跟黑金剛的這個偷渡的快艇 那黑金剛載的是人 然後白金剛載的是車 那為什麼叫白金剛 因為它是白色的 然後它非常的快 一下子咻就到對面去了 到中國去了 然後剛好這個外國進口轎車 掉起來剛好放進去 剛好一輛 一輛馬上就過去 那僅限於高檔的這個 等於高檔的車子才有這個辦法 你如果是低騎的那個車子的話 他不會這樣做 過去還發生過一件事 那麼台北市的警方為了讓他追上歹徒 所以上級特別 那配備的各警察單位 那麼很高級很高級的外國進口轎車 高檔車 對 高檔車 可是問題是他一年的維修費用 只有一萬多塊錢 然後還有就是他自己本身 因為是警察機關 所以不會有人偷警察機關的車子 就沒想到警方開到台中去辦案 回來的時候本來把車停在路邊 回來的時候車子不見了 發現沒有被偷掉 被偷了 警察 台北的警方那個車子就不見了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呢 很浪費 而且還要賠 那怎麼辦 心生一計 用什麼方法呢 透過他們自己本身 這些幾個刑警 透過他們自己本身 同學 那麼在台中的警方這個地方當刑警 放風聲出去 台中的這個 這個蕭小集團 汽車集團 我是台北的刑警 來這邊辦車 車號是幾號 什麼牌子的這樣子 我在這個地方被偷 如果限三天之內 不把車交出來的話 我們台北的警方 要出動幾百名警力 把台中附近所有台霸警 中操 那不得了 那個消息放出來 嚇到了 中操 台北的為了移動車對不對 結果呢 沒多久呢 因為他特別打給他同學 把他們放出去 隔天一大早 同學打電話來 哎呀你們記錯了 你們根本沒有被偷 你們是停錯地方 你們記錯了 是停錯地方不是被偷 對你們不是被偷 你們停錯地方了 然後呢 結果我們查出來以後 而且你們被偷的不是一輛 是兩輛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一部變兩部啊 奇怪了 我們不是一輛被偷而已嘛 怎麼變兩輛 後來去了以後發現 傻眼了 為什麼呢 出現了兩輛的高級的進口轎車 原來經過一個晚上 已經台北上把這邊滴溝倒太多 這邊裝那邊這邊裝 已經變成兩輛了 那怎麼辦呢 那只好開回去 就賺了一輛 這件事情多好笑的原因是因為 最後其中一輛 因為不屬於警察機關 那怎麼辦呢 最後非常非常的低價 賣給了我們台北的一個社會記者 最後還到社會記者的手上去了 好那我現在請教一下我們Alex 好剛剛講到就是說呢 因為現在警方他們要開始在那邊查這個特種行業嘛 還有就是說呢 是不是因為這個警方啊 警察局長他們也可能要三不五時的測試 所以導致這些警察疲於奔命啊 也因此呢 偷車賊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囂張 那為什麼鎖定同一款的這個日系的休旅車 偷車賊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囂張 那為什麼鎖定同一款的這個日系的休旅車 因為這個一定是看銷售量啊 如果說你銷售量如果夠大的話 你在這個一般道路上發生狀況的機會也比較多 那比較奇怪的是因為最近有沒有也下大雨 那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這個泡水車 那為什麼會有同牌子同系列的車啊 在短期之內同時就被人家偷走啊 這很明顯就是怎樣被人家下訂單了 被下訂單我只聽過跟宇宙下訂單 所以這種商車的零件也可以下訂單 這個當然有下訂單 因為下訂單它的行情 如果說以新車價來講 新車價的10%到30看車況 就是這部車我可以把整部車偷來的價格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開了一台100萬的車 我現在如果有管道可以找到人幫忙處理一台車的話 那我這台車如果因為撞掉 或者是因為發生什麼事沒有辦法維修 或維修費非常高的情況之下 我不如花10%到30%之間的價格 也就是花20萬上下買一台一樣的車回來 偷天換日變成借屍還魂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對 這是在社會上常常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車子被偷走不是只有整部車 這個做所謂的借屍還魂 當然零件如果拆掉之後 它的價格甚至得到利潤會高過於原來車子的價格 所以車子被偷走之後有可能整台車被分屍 那分屍之後到底是被賣到什麼地方去 還是出口了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聽起來讓人家覺得真的很害怕 自己的車子好好的被人家這樣子 這邊拆掉 那邊拆掉 不過你剛剛說到下訂單的部分 據說還要講信用 幾天之內就要達成 這一定要講信用 為什麼 因為金流跟車子交貨的管道是完全不一樣 這不能搭在一起 搭在一起一定會馬上被發現 謝謝 謝謝